以前一開始的時候是 戲播出的時候我不敢看我自己的戲 然後我那時候會去看網路上的評論 然後就是他們會有講什麼 演的賴死啊 然後什麼 吵死啊 什麼什麼 就是他們講那些話的時候 真的是一針一針扎在心上 我其實原本是非常乖乖排的 就是我一開始在念劇本 尤其是剛出道的時候念劇本的時候 我是一字不漏的 就是我不管這個人講話的習慣 是不是我的習慣 劇本上這樣寫 我會一字不漏的背下來 他的三角形 講到哪句話的時候要掉眼淚 講到哪句話的時候要開心 那個我都是用背的 我那時候背劇本背到 我眼睛閉起來 你告訴我說第幾集的第幾場 我可以直接背出來的 我可以直接一字不漏背出來 然後那個時候我是那樣子 準備戲劇的 俊陽導演跟我們 就是還有康仁哥 就是我們在現場討論啊 在事前開會的時候 我才知道 原來除了台詞可以改 我們還要想辦法去 把演員的狀態調到最舒適的狀態 就是當我講 用這個人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不會有一個疑問是 為什麼我講了這句話 我不應該要有這種疑問的 以前一開始的時候是 戲播出的時候 我不敢看我自己的戲 因為我會覺得這個人 很假耶 你在演什麼東西 就我會覺得我自己看了 我會覺得不太舒服 然後我那時候會去看網路上的評論 然後就是他們會有 講說什麼 演的 然後什麼 吵死啊 什麼什麼 就是那個時候我才剛出社會 然後 我小時候其實算是過得滿平順的 就是我的爸爸媽媽也算是 還滿開明的 所以 那個時候我有一點點 他們講那些話的時候 真的是一針一針扎在心上 然後等到我下一次再演一個新的戲的時候 聲音就出現了 就是 你就會有很多OS 就是我這樣演會不會他們覺得很醜 或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很爛 那個東西就是 會一直捆綁我 然後 每一次拍完一個戲 結果都得到的都一樣 我不敢看 看評論看完之後 又受傷了 然後下一個戲又繼續 所以我還滿感謝我老公的 因為我老公 一直是一個活得滿自在的人 就是他不太管別人怎麼看他 就是他覺得他自己 他比較自我重心 他覺得他自己是重要的 所以他就問我 他說 大多數就是謾罵 他說 你們 你為什麼要去 為了這件事情 就是影響 影響你的人生呢 反正他就花了很長的時間 開導我 然後 所以後來我就慢慢的 我就不太去看那些評論了 我去了萬華茶室 我請公司的人陪我去 我走了一圈之後 我沒有勇氣進去 就我真的沒有勇氣 因為我會有一點點 在意他們的感覺是什麼 你當時就是有對戲服抗拒嗎 沒有我非常非常希望那個戲服就長那樣 因為我覺得服裝在某種程度上面 對演員是幫助 你看你自己照著鏡子 你看著你就會覺得 我是這個人的話 我覺得他會幫助 幫助我的 塞進去 你不想要先演一下嗎 不用 我跟上帝說 我只要能夠有入圍 我就覺得很好了 嗯 而且 之前有一個 之前我去給人家算命 算命的說 那個演藝試驗 只能做到43歲喔 然後有時候 我就有點緊張 我想說 我真的好想要 至少讓我走一下紅毯嘛 對 但是我好像時間快要到了 就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壓力 所以 有入圍的時候 我就已經覺得 好 很好了 非常好了 當然 有的講更好 如果下次還可以走 就也更好 這樣子